西方现代医学和中国传统医术 是现今香港主流医疗体系 不过世界上有不少地方 仍然沿用他们祖先流传下来的致病方法 位于印度洋的斯里兰卡 他们所采用的致病疗法称为Ajurveda 是一种古老、悠久的医学传统 靠自我调息去医治疾病 可以治疗、失眠、骨折、肌肉受伤 以及疲劳过度等症状 近年来这种疗法深受欧美国家人士的欢迎 他们千里迢迢来到这个小岛上 目的就是要寻找致病良方 斯里兰卡是位于印度南水的一个热带小岛 一直深受印度文化、宗教历史影响 而Ajurveda就是在6000年前 由印度传到去斯里兰卡的一套生命哲学 阿jurveda means science of life how to live long, how to live healthy, how to pass a happy life but in Sri Lanka the difference is it has its own medical system in Sri Lanka so that is called that Sri Lankan traditional medical system so at present what we are practicing is the mixture of the combination of Ayurveda and Sri Lankan traditional medical system so not only in Sri Lanka or most of the Asian countries this Ayurveda medical system is practicing because it is more effective and it is not giving any side effects Ayurveda由两个古字组成 Ayur表示生命 而Wedha就是智慧 而整体就代表去认识生命的意思 当中包括去认识本身的思想 身体、感官和精神理念 So all the diseases at present from the other medical system especially from modern medical system cannot get permanent cure For example, from surgery they will do one surgery then after some time again it will recur then again they have to go for again surgery but from Ayurveda that will not happen the first treatment from the beginning will do treatment then after that there will be no recurrence the permanent cure will be there Ayurveda fundamentals lying behind is to correct the imbalance found in the body So all the diseases all the things found in the body is related to that imbalance So our aim and Ayurveda's aim is to create the balance So that means all the diseases can be treated So all the diseases can be treated This disease of the古老 way is because it is a healthy and is a natural natural disease So in the past few years 除了當地人士採用 it has been吸引不少歐美人士 especially德國人 对此治疗趋之药傲 当中包括长期失眠病患者 58岁的Monica 当中发生的病患者 这些病患者 如果您有多久的病患者 您的病患者会变化 这些病患者会变化 我仍然持有病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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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信人体包含五个基本元素 分别为空间 空气 火 水 和土 斜和之后 Monica体内的五大元素 失去了以往的平衡和和谐 因此令到她失眠 以及身体出现严重痛症 为了达到体内平衡 整个疗程会配合药物 药物 弱线 古法按摩 加上瑜伽 去达至最佳效果 而瑜伽 是当中最基本的层次 亦最为香港人熟悉 能够用 能够用 瑜伽導師今年已經70歲 但是他的身體非常柔軟 是多年來練習瑜伽的結果 是多年來練習瑜伽的結果 瑜伽主要是帶動體內三條經文 左蒙即是陰蒙或稱為月亮蒙 掌管過去分層感性和超望力量 右蒙即是陽蒙或太陽蒙 掌管將來理性邏輯 載制自我以及行動力量 而第三個經文就是位於脊柱中部的中蒙 掌管此刻進化和靈性升進 對於長期失眠的Monica 瑜伽就可以令她鬆弛神經 幫助她通過由腳步到頭頂的七個能量中心 分別為根輪、腹輪、磁輪、心輪、喉輪、額輪 及頂輪 你不容易失去你的力量 所以我去做瑜伽 我不是做瑜伽 但我去做瑜伽 我每天做瑜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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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瑜伽練習之外 Monica 亦要食用斯里蘭卡獨有的草藥 去調適身體 睡眠的疾病 我們在俄羅斯 我們有很多類型的藥物 中間藥物 有些藥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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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很多藥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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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可以說 是特別好 睡眠的疾病 例如 有些藥物 在俄羅斯 在俄羅斯 叫俄羅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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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俄羅斯 除了配合天然草藥之外 食療 亦同樣重要 在俄羅斯 進行俄羅斯 治療療程的時候 病人 只可以進食屬於白肉的魚類 其他肉類 一概不可以吃 醫生 還會針對病人情況 處方藥線 針對Monica的失眠 治療中心 會以巴椒化作為Monica 主要的藥線材料之一 巴椒化 除了可以穩定大腦神經之外 它還有止血 以及促進神功能的作用 首先會將整棵巴椒花切碎 再混合其他素材 加上椰蓉 以及調味料 然後放在鍋裡 同時不停攪勻所有材料 除了巴椒花之外 因應病人的不同需要 也會採用不同的草藥 當中包括早餐服用 滿以沙律的新鮮草藥 可以改善眼疾 又或者防止近視加深的草藥 要用高溫熬湯服用 而常用的咖喱葉 在食療當中也發揮作用 它可以降血壓 以及改善肝炎病人的體質 今次已經是Monica第四次 由德國菲尼斯里蘭卡 用阿尤威達致病 經過四次 每次為期一個星期 至十天的療程之後 Monica覺得 她的失眠 和皮膚問題 都有明顯的改善 例如睡眠 和皮膚問題 而且 雖然不是阿尤威法 而主要問題 但失眠的重量 我做了一段時間 在最初 我有問題 和皮膚 而後 一段時間 變得更糟 因為醫療 需要長一點 比我們的醫療 很容易 治療 但 最快 它回來了 所以這裡是不同的 所以這裡 需要一點時間 才能出現 然後 那是更加的 我們在我們的系統 沒有太多做 音樂 斯里蘭卡 是一個美麗 而歷史文化 延遠流暢的國度 有豐富的文化遺產 在熱大海島上 水清沙幼 有各類型的水上活動 成為外國遊客的度假勝地 Mont Solène 由德國來斯里蘭卡旅行 一心過一個充滿動感的陽光與海灘假期 誰知 在渡步後三天 遇上意外 誰知 在渡步後三天 遇上意外 在渡步後三天 那是我的背後 很遠 所以還會疲 痊癒 那是痊癒 痊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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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求在於止痛藥和物理治療 這類現代醫療 反而向斯里蘭卡傳統醫師求醫 Dr.Abasikara 是Mont Solène的主診醫師 他首先會替Mont Solène把脈 診斷病情 再斷症施藥 痊癒 在她最近 痊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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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阿弥陀佛法文。 所以我们接受了用来继续。 让这些草子在处理。 我们用了一些酸酸的酸酸。 一些草的草草。 这草草草将会活动在身体上。 让他们有免费荣。 我们有免费荣。 她会更增强。 所以在一至两天, 她会完全成为免费荣。 Dr.Abasikara所用的治病手法 其实是建基于一套 已经有几千年历史的医疗体系。 他们相信, 人的身体有三种物质掌管健康。 每个人都会有这三个体系。 这三个体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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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个体系统。 这些体系统的体系统。 但每个人的体系统。 某些人的水位在高水位, 某些人的水位在高水位, 某些人的水位在高水位。 某些人的水位在高水位。 所以这个统。 这三个体系统仍然成为免费荣。 如果有任何不平衡。 或者有任何不平衡。 谁会有可能失去病。 或有可能失去病。 在Ayurveda的傳統中,他們相信人體由不同元素組成,分為三大類,各自發揮不同作用,令身體達致平衡。 Dr.Abbasikara所說的Wadda主要由空氣組成,產生的力量刺激神經脈衝,循環系統,呼吸系統和排泄系統。 Dr.Abbasikara由火和水組成,掌管身層代謝和將養料輸送到身體,幫助細胞和組織生長。 Dr.Abbasikara由水和土組成,為身體提供保護,包括腦部、脊柱和胃部。 Dr.Abbasikara的治療,可以分為幾個步驟。 Dr.Abbasikara首先,會在他身上塗油,進行全身按摩。 Dr.Abbasikara之後,用蒸氣噴向身上,令毛孔擴大。 Dr.Abbasikara將能擞 room和水分配搭。 Dr.Abbasikara由 rod다리可以隨身身上,讓身體吸收藥力。 Dr.Abbasikara由肉依吸收藥力。 Dr.Abbasikara最後,在营物上受傷的腰部。 Dr.Abbasikara由複製上草藥。 Dr.Abbasikara由複製幫助於牠身中。 Dr.Abbasikara由飼養料 runterm and put downаю Mulho, Dr.Abbasikara從健康地上, Dr.Abbasikara由我好處理自己。 他們會很辛苦,因為他們感到很少的地方因為他們感到最高的地方 所以那腿很喜歡,油漏得很喜歡 我不知道如果在氣管中很心疼,那是有個小 mà,但我認為它很喜歡 然後,你對這杯疼痛失敗? 对,我认为疾病是离开 我的背部已经比较轻松 这对我非常重要 当药敷上身体的时候 Monsolin感觉到温暖 虽然她不知道草药成分 不过都落于采用 斯里兰卡这种传统医疗 都会将药的成分保密 秘宜不酸 这种与欧美国家 根据医生药方去配药 有齐药物成分分别相当大 你认为这种治疗 比较西洋医疗医疗 我认为西洋医疗医疗 只能给你治疗疗疗疗 但他们不太看待 什么是错的 未来可以解决这种治疗 所以我更加信心 那种是新的治疗 阿余瑞玉德这种古老治疗方式 较为接近中医药 调理身体增强机能的理念 因此 据dr.阿布希卡拉说 这种医疗方法 除了可以医理外伤引起的痛症之外 还可以医治长期由精神压迫引起的慢性疾病 Tubi 专程由德国去斯里兰卡 一方面是度假休息 另一方面是接受阿尔维达治疗 你身体的状态如何影响你的日常生活 当你在德国很疲惫 在德国很疲惫 我不能做家努力 我夫妻的工作 在德国有两个大鸟 他们需要太多力 我不能 我不能参加家庭 只想睡 Tubi 在政府部门工作 压力非常大 她的问题也出现在很多都市人身上 这是你的病人 才能用一个治疗的医治疗 你从这里来到美国 体验中有一个治疗的医治疗 你到了美国 你从来到美国 你到来到美国 你去见美国 第一天 你会见美国 然后第一天 你会有第一次触摇 … Werbels? PayPal's. And oil and so on. You can see the doctor... …each time when you get pain... So how do you find a massage? That's great. That's great! First, chocolate head and hair. Then… The back. Then you lay down and… 臉部和整個身體 Tuby留在這裡14天 我們與她訪問當日接受了7天治療 配合藥物治療 情況已經有好轉了 早上6時10時12時1、2、3、4 每次我需要去醫療 但味道不太好 不太好? 不太好 不太好 很好 但我感到太好 我感到太好 據醫療阿布什卡拉說 所有在當地行醫的合資格醫生 都要接受嚴格的訓練 懂得替病人診症 要瞭解他們的問題 亦都要瞭解各類草藥的特性 醫生還會指導病人自我調理 不只是治療 但後治療主要主要關於 身體的健康 健康和行程 所有的事都要考慮 有些食物不太好 好良好 有些我們也沒有用 有些行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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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好適合行程 有好飯 有好喝 有好喝 很多事 如果有些人 等待在此 法定 能夠好好治療 永遠的治療 優美的景色 遠離生活上的壓力 令病患者有教階的療養環境 康復也會加快 其實斯里蘭卡的阿裕威達 經過漫長的發展 由於天然物資豐富 加上草藥資源充足 令當地醫者以本身的文化為傲 在香港所做的眼角膜移植手術 有九成的眼角膜 是由斯里蘭卡運過來的 斯里蘭卡眼庫在過去40年中 一共有33,000多名斯里蘭卡人民 捐出眼球 為國內以及世界各地的眼疾人士 帶來光明 這間世界上最大的眼庫 可以為斯里蘭卡本國的眼疾病人 在24小時內安排眼角膜移植手術 下一集我們遠赴保石之城 尋找隱世衣術